2016的選戰現在已經達到 網路戰上面來了 最近有一個名字很熱 就是紅秀柱 在維基百科上 你可以看到 紅秀柱的維基百科30天 瀏覽量就提升了86192次 而事實上在5月23號的時候 它一天才229次而已 不過隨著新聞的增加 時間的增加 6月15號光是一天 就有14331次的瀏覽數了 不過我們說到瀏覽量 其實我們還不能稱它是開打 真正是有很多網友 都想要為紅秀柱留下歷史記錄 所以在維基百科上 大家爭相的來幫紅秀柱更改條目 事實上紅秀柱的維基百科 是在2006年11月17號所創立的 那麼現在幾乎每一個小時 都會修改一次 最近的一次修改 就是在剛剛6月14號的3點1分 那這也是我們在錄影前的 一個小時就有人修改了 而事實上這一年來 其實修改的次數是254次 不過你可以看到 在這一個禮拜其實修改次數 就已經來到了49次了 那麼這一個月是130次 可以看到最近的紅秀柱 被討論聲量 或者是大家對它的關注度 是越來越高了 那麼不只是在維基百科上面 當然也在民調上面了 好 這是啟模 雅虎啟模的民調中心 那麼它不停地來做相關的 這些民調 那麼之前在4月28號這個民調 目前台面上表態參選總統的人選 你想投給誰 好 其實當時呢 投票數就已經高達41467票 已經是當時最高的了 不過之後呢 紅秀柱出現的機會越來越高 你可以看到票數也逐漸地在增加 像是有58800多票的 還有44400多票的 那麼最新的最新的 最近的一個投票數呢 是6點這個6月14號 當時的累計投票數就來到了 76481票 好 可以說是目前看起來 最多投票數的可見 關注度也特別的高 現在呢 這個選戰打到網路戰 我們來看到網路選戰的來源分布 其實主要最多的呢 就是聚集在Facebook的粉絲團 有37% 那麼另外呢 據第二的是各大電子媒體的報導 有33% 好 在網路上媒體上還有很多公民記者 都是大在在討論選戰的焦點 那麼另外呢 還有各大電子媒體網友的留言也很多 以及PPT 八卦版跟正黑版 現在大家的焦點都在 這次2016的選戰上面 交給主持人 柯文哲說 大巨蛋要交給銀行接管 可是銀行好像沒有意願了 網友怎麼看呢 有36%的網友就說 柯文哲玩囉 說不了爛攤子 好 不過呢 也有差不多相接近這個相同比例的 32%的網友 依然支持柯P對抗財團 另外呢 有15%說 接管對遠修反而有利 還有17%說拆拆拆 還是支持要拆除巨蛋 好 不過你知道嗎 現在呢 大巨蛋還有另外一個外號叫做 蛋維拉 什麼是蛋維拉 因為在大聯盟有一個叫李維拉的 他是被稱為史上救援第一的終結者 而大巨蛋好像看起來也像是蛋維拉 只要北市府有事的時候 就要出來救援 可是網友真的看不出來嗎 網路溫度記就做了民調 發現呢 他們覺得北市府一事無成的時候 有兩個高峰期 一個就是呢 大巨蛋停工又復工的時候 另外呢 好 這個討論更高的 就是在武大案結案的時候 因為感覺好像什麼都沒有結案的感覺 好 這就是呢 大家會覺得現在北市府可能遇到一些瓶頸了 那麼就連宋主瑜宋顧問也要對 柯文哲有些建言了 我們來聽聽他怎麼說的 解 Kr貞